我已长着五千年老茧的手伸向你 我的声音是低沉的 孩子 彷徨失措的孩子 你在也不会记住祖先的烙印和祖先的伤 在香港沙田区城门河的河岸上 香港知名女诗人 华生城报社副总编辑 华星诗坛副刊主编何嘉玲 轻轻迎送着自己不久前刚刚写旧的诗歌 孩子 你不要慌 诗歌中用饱含深情的语句 向读者缓缓地诉说着母亲般的忧愁 并将祖国过去的历史深入其中娓娓道来 何嘉玲称 诗歌是诗人的武器 希望能用温情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考 和对年轻示威者的呼唤 诗歌其实也是一种交流 情感上的一种交流 只要有机会让他听到 他也可以感动 他也可以流泪 他也可以停下来想一想 我相信诗歌还是有力量的 作为一个诗人 他首先要有一种社会的担当 就是写诗也好 写小说也好 你引导你身边的人 引导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的安明 都是靠大家的 这是何嘉玲第一次用诗歌 表达这一方面的题材 自六月以来 香港这场社会纷争愈演愈烈 屏幕上示威者的画面 让何嘉玲愤懑又难受 他们的脸庞是稚嫩的 行为是盲目的 何嘉玲认为 大多数青年人已被洗脑利用 背后的多层次原因 需要引起重视和警惕 为什么就停不下来 他可能有些事说是被洗脑了 被人家教坏了 教说了 影响了 蒙着脸 戴着口罩 穿黑衣服 他们现在已经变成好像是一种 荣耀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肯定还是从教育上 他们还是没有认同 我们的这个共同的一个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还有他们现在的对未来 他有可能很迷茫 有部分确实也是受一些外国的势力啊 或者是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影响 这些都是要同时同性协力 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们坐下来 大家退一步 看看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诗歌发出去后 反响却出乎何嘉玲意料 这首原本发在朋友圈的诗歌 被一些网友发现后 转发到各类报刊上 在其中的某个网站上 点击量就超过了四十万 这让何嘉玲更加坚信诗歌的力量 他希望未来能有人用广东话来演绎 让更多香港青年听到他的呐喊 傍晚的沪城河畔 人渐渐的多了起来 有的三三两两聊天 有的带着二级跑步 夕阳洒落在河面上 闪着金光 偶尔有鱼儿跃出水面 河水微微泛起涟漪 一圈圈散开 何嘉玲称在这座城市里 失忆的妻居 是一种别样的幸福 现如今景色依旧 氛围却不似从前 以前的香港人的感觉是 讲法制的 非常安全的 让大家都觉得 只要在这里就很安心 人与人之间感觉到很信任 为我们祖国还有这样的一方 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土地 感到很欣慰很骄傲 那么现在来说 充满恐惧 充满质疑 这些都是人为造成的 他们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 给香港一个机会 都让他们到祖国的内地去 都看一看 然后呢 才会有更深的认识 给自己一个机会 给香港一个机会 这是何嘉玲最想对示威者说的话 被蒙住双眼的他们 看不见祖国的发展 被支配的双手将祖祖辈辈 用汗水奋斗而来的成就打烂 但这帮人 恰恰是香港未来的主人亡 何嘉玲希望 他们能睁开眼睛 看清事实 到内地去走走 希望他们能停下暴力 恢复理性 重拾香港信心 就像他在诗的结尾说的那样 孩子 不要慌 稍停下来 慢慢慢慢地 冷静下来 让自己走回去 走回正道 走回家 民族需要你 国家需要你 香港需要你 你的亲人 需要你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